大家好,又回到我們妄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P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妄向、正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就是世界時事多合一的時候 第一則新聞就是來自芬蘭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 主要說一下芬蘭為甚麼呢? 因為芬蘭要加入北約 人家是未出發先興奮 那她是未加入先選手 甚麼事呢? 因為地緣政治高度的不確定性 原來國際的大投資者 對於這個地區的債券市場 對於芬蘭要加入北約 所以她們損失很大 因為不敢投資 那也是的 你想想一個地方 如果突然之間你說 隔壁俄羅斯隨時向你動手 你也不敢輕舉妄動去那裏買資產吧? 是的 所以 投資者對於芬蘭這個地區的投資 是持一個觀望態度 所以真是 未加入北約她已經損失了 損失一批投資的基金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舉動 令芬蘭還有 還有這個丸仔 波羅的海國家 立陶宛 就是丸仔 還有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的債券市場 是感到十分不安的 所以是阻礙了國際投資者 對於這個地區的投資 因為基金經理當然是希望避開地緣政治風險 難道有些人覺得富貴險中求 但有些人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 得到這個地區政府支持的北歐投資銀行 他們的CEO叫做Kurik 他說現在的投資者 正在迴避芬蘭 還有立陶宛拉脫維亞 愛沙尼亞的債券 並且他們說明對俄羅斯距離這麼近的芬蘭 是更加害怕的 並且他說現在什麼投資最吃香 就是利俄羅斯邊界越遠的市場就越好 這樣就正常 芬蘭沒有辦法千多公里的邊境和螺絲 所以這位CEO 他也說現在芬蘭 是在未入北約之前已經失去了投資者的一些興趣 規模較大的債券基金 也是更加全球化的基金 他們說芬蘭這個國家現在的風險很難評估 所以大家都保持著不要去那裡投資 所以對於他們國家來說也是一個大損失 因為芬蘭也是一個不錯的國家 那抱官網態度是正常的 沒理由 等你風頭火勢的時候 除非你是買一些軍備的 這樣就賺到錢的 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 為了應對更高的通脹和央行加息 對北歐投資銀行的融資需求 開始增長 並且在2022年進一步增加 本來的勢頭很好 但是因為你說要加入北約 所以大家的勢頭已經止住了 這是一個損失 我們看到北歐投資銀行 在2022年第一季度 是同意發行12億歐羅的貸款 幾乎是2021年同期的五倍 比上個季度增長了25% 其中大部分的融資是面壤企業的 除了芬蘭還有就是 丸子所在的波羅的海國家 當然芬蘭的新債券發行 其實現在主要影響的是什麼? 主要影響就是他們的高通脹和加息 當然地緣政治更加嚴重 因為芬蘭要加入北約 當然拜登說不用擔心 你加入北約之前我們會保護你 但是你這麼近的話 你很難確保芬蘭絕對安全 因為你邊界很長 就等於南韓和朝鮮 你這麼近 你美國是有能力去抵抗的 我相信 但是太近的時候 你有沒有這麼快反應? 最近我們看到芬蘭政府債券 和企業發行債券之間的收益率 的差距擴大 就反映出更加大的緊張感 在政府債券市場 自從2月24日 即是澳湖衝突那天 其實芬蘭基準十年期債券的 收益率已經上升到 大概0.8% 到1.4% 同期的利差 即是這個債券相對 歐洲基準十年期 德國債券的風險程度 已經從0.36% 擴大到0.46% 當然我們看到 好像 資產管理公司 Cardium 他們的固定收益業務 全球主管 Nicolas Forest 他們已經把芬蘭的評級 下調了 以前芬蘭很穩陣 並且撤離了一些投資 他們轉向南歐國家 南歐國家 來俄羅斯比較遠 轉向南歐的其他國家 轉移投資收益率 相似 但地緣政治風險 低很多的南歐國家 他說 如果我們把芬蘭 立陶宛 拉脫維亞 愛沙尼亞 和西班牙比 在有一個收益率 水平相近的更大的國家 作為代替方案之下 當然要投資這些南歐國家 穩陣一點 所以 現在芬蘭也是虧張 沒辦法 他應該也預計了 你始終 因為你未正式加入北洋 你有段真空期 拜登就說保護你 但是這麼近的話 究竟可以保護到多少 我是打過疑問的 也有華爾街大行說 現在最大的挑戰 是國際投資者的看法 而不是現實 芬蘭看上去的確是安全的 但是國際投資者不是這樣想 因為你加入北洋 所以俄羅斯 隨時都會向你動手 作為正常人都會這樣想 事實上也是 因為你跟他這麼近 而且他講明是會報復的 大哥 如果他不說 他講不講你也會害怕 因為事實上你跟他這麼近 你又是踩到他的線 他就叫你不要加入 你就會加入 所以這真的沒辦法 芬蘭未加入北約已經有大損失 這就是第一則新聞 第二則新聞 來自偉大的白頭山血白 偉大的白頭山血白 雖然這麼偉大 但是他也是有一些困難 現在5月2日 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宣佈 國家緊急防疫指揮部 其實8日是對平壤一些法 他經常說法燒人士 標本基因測罪 認定Oricon BA2已經到了朝鮮 先決定 將國家防疫工作 立即轉移到最大的緊急防疫系統 朝鮮當然是有一系列的措施 包括我們之前說過的 他們用傳統的三板斧 第一 控制傳染源 第二 撤斷傳播途徑 第三 就是保護已禁染人群 不過有五個隱患 第一 是什麼呢 就是自從5月12日起 朝鮮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 每日通報的數據 其實全國 你要記住 全國累計的發燒人數 已經是224萬1610個個案 很厲害 不知為什麼可以傳遇到 大馬Sir 1486730人已經康復了 難道白頭山血脈 發明的方法是可以的 當年印度剛剛有新冠 確診人數很低 亦有江湖傳聞 為什麼確診人數這麼低 難道是因為他們喜歡吃咖喱 好 那其實呢 好像咖喱也不能吃 對不起 證實了不是 你自己印度 這個真的不太知道 我就知道牛爺爹和牛KK 所以我覺得 得淡笑 因為 整個節目是牛爺爹 我忍不住 因為他們還好像 你記得嗎 還好像把牛KK 弄得 踩身 你記得嗎 不過不要說 我們節目早上播出的時候 可能還在吃早餐 對不起 各位網友 哈哈 我們看到其實 也有西媒讚嘲 才有進步 究竟有什麼進步呢 就是公開透明了 起碼他們 是敢說自己有發燒症狀 哈哈哈哈 那也是 還有 他們有一件事也是嚴重的 就是 確診標準過於操縮 根據朝鮮緊急制定 和下達的COVID-19的治療指南 其實 他們就是說 液學關係 臨床症狀 還有PCR檢測 抗體檢測 均為感染者確診指標 凡是上述指標有一個陽性 都是陽性的 各個地方通用的標準 就是核酸檢測陽性 何況抗體檢測 一般是需要抽血的 但是 大家要知道 他們是不夠色紙 不夠煙色紙 不夠檢測劑 而且他們發熱的標準 過於操縮 眾所周知 其實Omicron的症狀 比較輕 所以發熱症狀 只佔Omicron 暫時是10% 大概50%是沒有症狀的 所以 發熱症狀的話 可能是其他事 第二個 隱患是什麼 就是 防控資源嚴重短缺 這個是他自己拿來的 中國給他 他說不要了 他說不行 你們東北很危險 所以真的不知道怎樣 之前我們說過 他就叫朝鮮民眾 拿鹽水浪口 我們當時說 首都平壤緊急調配了幾千噸鹽 你不叫他們去浪口 還有 還有什麼不夠呢 溫度計不夠 其他的藥品也不夠 20號的時候 他們的中央緊急防疫部門 就採取措施在全國範圍內 增加口罩和防護衣的生產 其實你叫中國拿多少都可以給你 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 我懷疑他是這樣的 他擔心 因為他如果一開國門 始終怎樣也有些 視頻和消息 他就擔心沒有面子 現在你這樣也很沒有面子 哈哈 是 之前 他們究竟是叫別人怎樣去治療呢 有蜜糖 記得還有金銀花 還有柳葉茶 你上次我記得是柳葉茶 之後呢 還有就是用鹽水浪口 這樣就可以了 這當然不行 最重要是接種接種再接種 大哥真的是 說回朝鮮三大央媒的報道防疫治療方法 其實我們看到朝鮮還是停留在二十世紀 不是二十世紀 哈哈 朝鮮當然是鎖國 過於自信 亦都不生產任何的防護裝備 他們呢 這件事可能會有一些幫助 但覺得都是不報 什麼 高麗芯 正的啊 對新冠好像沒有什麼實際作用 對呀 這個 南韓的高麗芯 但是南韓的早排很厲害 幾十萬人 補一下心就可以 補一下心就可以 還有朝鮮 就算連金仔 他視察的平壤的弱點 都是沒有N95 就算金仔 都會是戴兩個醫用口罩 第三是什麼呢 就是人海戰術不適用於防疫 你記得他說 大家全部人 動員起來 但這不是 人海戰術可能更嚴重 所以五月十六號的時候 一日之內 知道嗎 有一萬一千名醫務人員 培訓機構的工作人員 教師學生 積極投入全民檢疫 還有治療工作 但是學生懂什麼呢 原來他那天還做了一件事 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世思大會 頂他 世思大會 這麼多人群聚 更嚴重 是嗎 你看很多類似的交代 手下工作人員 怎樣做都是用視障 不過北韓可能連這件事都缺乏 視障 我看不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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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思大會 一大群人在一起 這麼大顆 是 他 他 他 是 這個挺好笑 還有 另一點是什麼 人海戰術的沒用 世思大會更加會令人中招 一大堆人在一起 另外 第四點就是 金仔 其實 他有件事就是 事必功親自己 是令到下屬很難 其實金仔 雖然你覺得他是比較強 什麼都好 但是 連美國的媒體都說 金仔 其實這個人 他本身自己很能幹 但是 他什麼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 南韓媒體就說 他其實是這個地球上 地表最強的80後 他經常看得很仔細 當然你可以說他做戲 但是 西梅也說 其實金氏 三代人 他們知道政權很容易是沒有的 所以 他們什麼都很認真去看 還有 對於下屬 一言一行都相當地認真去看 這些白頭山血脈 當然 有時候 他自己什麼都管的時候 下面的人 就是很懶 而且 就叫做 楊鳳欣為 啊 金仔 很嚴厲 又出什麼 勁招對付你 所以 一出的時候 你可能整個人都粉碎 你騙他 是嗎 楊鳳欣為 當我漏的 是的 等一下 他隻狗一餓的時候 你很糟糕 所以 大家要知道 其實他有這樣說 他現在也是害怕的 真心地說 他沒有以前那麼老定 因為他看到 一來 幾十 剛才我們也說 不是幾十萬人 過百萬人 對吧 那第五點是什麼 就是八屆五中全會 召開時機 是不夠恰當 因為當時 是平壤最嚴重的時候 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所以 如果你召開這些會議 當然 因為你知道開這些會議 很多軍人 因為擔心什麼政變 很多軍人 又一起群聚這些事情 所以開得不恰當 搞到 染疫的人數更加多 也沒辦法 朝鮮 你覺得他很荒唐 但是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只可以希望其他國家幫助他們 始終都是人命 這是第二則新聞 最後一則新聞 就是來著 IMF 國際貨幣基金 國際貨幣基金說 他的總裁 之前說他投工 因為他改過一份報告 就說他投工 現在就不說他投工 因為我們也說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還有世衛 那些 其實也是 也是這個 豬骨頭 很難掌握 其實 之前林太 做特首也是 其實這些 說真的 都是三殺 現在就不說他投工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 但是奧格爾基耶娃呢 他就說 現在全球經濟面臨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最大的考驗 因為俄烏衝突是破壞正常生活 也是拖累經濟增長 推高物價 通脹很厲害 他也說俄羅斯出兵 是搞到生活 大家都不好 拖累經濟增長 推高物價 敦促國家 不要屈服於 地緣政治經濟分裂的力量 否則整個世界 只會變得更加窮 和更加危險 那麼 格爾基耶娃 他就發出警告 就說 烏克蘭現在 在努力 他也說 是想通過 沒收被凍結的 如果他說沒收就不一樣 但你說凍結資產直接用 就不可以 如果他說了沒收 就不一樣 就用這些俄羅斯資產 為烏克蘭提供一萬億美金的重建費用 令到他們以後的光明未來 還有一些希望 當然如果贏得戰爭的話 還有現在很長時間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俄烏戰爭 是吧 我們看到一件事 事實上是很困難的 糧食衝擊已經是個大困難 好像我們說過 有個國家很嚴重 他很依賴烏克蘭和俄羅斯流食 這個國家就叫埃及 埃及的高官 他在倫敦開會時就說 埃及現在可以支撐他們國家的小脈 只能捱到今年年底 所以真的嚴重 都是那句 只希望世界和平 這幾隻字說出來很容易 但是在此時此刻這個世界 真的相當地困難 好,今次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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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